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233网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这个分析师胜任能力的 发布研究报告方向的啊 这么冲刺班 那么在冲刺班里面呢 我们就不会像金奖班一样 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概念知识点 给他很详细的展开讲啊 我们就会把可能在考试当中 比较容易考到的一些框架性的东西啊 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给大家再捋一遍啊 相当于呢 是帮助大家再回过头来复习一遍 重新的这个去顺一遍大家的这个思路啊 那基本上来讲 如果出现是需要过多解释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不在这个半辈给大家解释了 如果大家也不是特别明白的话呢 我们还是可以到这个金奖班里面去看 我们呢就把一些考点给他拎出来 然后呢给大家再重新过一遍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啊 第一章第一章的话呢 是这个报告业务的一个监管 首先第一个呢 是分析师的职业资格的一个取得方式 证券分析师是依法取得投资咨询职业资格 在证券经营机构就业和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种因素 进行研究和分析 向投资者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方 研究报告 投资价值报告等 或者是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 向投资者提供报告及分析预测 或建议服务的专专业的这个原因 那么这个呢指的是这个证券分析师他主要的一个概念 他的概念 那么他呢是做一些研究 做完研究 做完分析以后呢 把他的研究的结果啊 然后呢告知给他的这个客户 取得方式是要参加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的学科的从业资格考试 然后呢再由证券公司或咨询机构到证券业协会注册 登记为职业人员 所以我们考试的话呢是在协会考 然后注册的话呢在协会注册 第二个呢是分析师的监管 资律管理和机构的管理 取得这个职业证书的人 其实取得职业证书并不是你考完试就可以取得职业证书 你只能有从业的资格 但是如果说你到公司里面去 真正的去做这个岗位的工作内容了 然后呢公司帮你去申请 那么申请下来的话呢 这个叫做职业资格 那么连续三年啊 这种是高频的考点啊 连续三年如果是不在机构就业的话呢 那么协会可以注销他的职业证书 重新职业的话呢 可以参加协会组织的职业培训 要重新这个申请职业证书 从业的这个人员取得这个职业证书以后 辞职或者部位员单位 呃或者是员这个聘用机构所聘用的 变更聘用机构的 新聘用机构呢 是需要在这些情形发生后 时日内 这种时日也是高频的考点啊 时日内向协会报告 由协会变更该人员的注册登记的一些信息 然后分析师的后续培训的话呢 是必须要按照协会的相关的要求 参加后续的这些职业培训 也就是说 其实对证券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讲啊 是必须要不断的啊 不断的就是每年或者是每两年要进行一次后续的培训 那么具体培训的话呢 在协会的官方网站上面是有相应的课程 然后呢 大家只要去协会的官方网站去看相应的课程 然后呢 参加协会组织的后续的考试就可以了 当然那个考试的话 更多的并不是我们这种专业性的这个考试啊 因为我们这种考试属于专业性的 他的那种考试的话呢 更多的可能是在你的职业 职业道德这一块的这些考试啊 第二个是主要的职责啊 证券公司投资咨询机构和分析师 在发布研究报告当中要履行的职责啊 那么这个职责呢 包括了 他要遵循独立客观公平审慎的原则 加强合规管理 提升研究质量和专业服务水平 像这些啊 还有包括像建立健全 研究对象的覆盖 信息收集 一直到合规审查 对相关的这个销售服务的环节 进行管理啊 然后呢要加强流程的管理 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职责 如果考组合选择题的话 大家基本上来讲 你不需要把这些文字背下来 你只要觉得说 嗯这个事情应该可以这样干 他是可以干的 那么这些选项基本上都可以选上去 所以往往像什么职责 包括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 你一看就知道这东西是错误的 它不存在模棱两可的 那么一般都是一二三四全选 还有从什么组织啊 这个组织设置啊 人员职责啊 将研究报告制作发布环节和销售环节分开 还有这个建立证券研究报告信息来源的管理制度等合法和规性 这些都可以网上选 然后呢是工作的归类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呢 它本身是只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和咨询的人员 为投资者或者是客户提供投资的相关信息分析 预测或建议 直接或者是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这样一个活动 它服务的对象呢 呃不同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可以分为 第一个是面向公众投资的 公众的这个投资咨询业务 第二个呢是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的特定对象 提供投资咨询的业务 第三个为本公司的投资管理部门 投资银行部门提供的这个投资咨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 所以呢第一个第二个实际上呢 都是针对一些这个客户来讲的 呃那么这些客户的话呢 往往是对外的 而第三个的话呢 往往是对本行业的 本行业的 本公司的 或者金融行业的这些机构提供 所以呢 他对第三这一类的话呢 他的这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 那么像我们投资咨询的这个业务 本身就会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投雇的投资咨询 那么投雇的投资咨询 更多的面向呢 是面向公众投资咨询的这些业务 这是投资顾问做的事情 还有一个是分析师 分析师就是发布研究报告 他不一定是直接跟客户去接触的 他只是负责去撰写分析报告的 而且他撰写的分析报告是只提供相应的数据和基于这些数据的结论 那么这些内容的话呢 他往往是给到一些机构投资者 所以往往第二个和第三个 尤其是第三个 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这个报告呢 可能是在研究研究这个发布研究报告这个方向的人去做的 因此投资咨询业务本身就是包含了这个两种类型 研究报告的这个分类 研究报告的话呢 是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 对证券证券相关的价值 或者是影响其市场价格的因素来进行这个分析 那么含对具体证券和证券产品的价值的分析 投资的评级等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 价值的分析 我们包括了对固定收益类的 还有对这个权益类的 那么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去进行计算它的这个内 内在价值 然后呢 对于这个固定收益类的话 可能还牵涉到评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研究报告的基本要素和组织结构 它的基本要素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宏观的 行业就是中观的 还有上市公司是微观的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有基本面的这个分析 那么宏观的分析可能跟一些经济数据是有关系 对吧 行业的这个分析的话呢 可能跟这个行业背景啊 产业政策啊等等这些会去进行研究 那么公司的基本面的分析可能会研究公司的这个财务报表 上市公司盈利的预测 法规的解读 估值和投资评级 以及相关披露的风险提示 这个投资报告主要包括涉及证券和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报告 行业研究报告 投资策略报告等 那么它就分为分析报告 研究报告 还有投资策略报告 分为这些 第四个研究报告撰写的要求啊 对象覆盖的要求 它是对研究的对象 信息的收集 上市公司调研活动的管理 这个它的制作 它的质量的控制 它的合规的审查 啊 还有它销售服务 在这一些方面的话呢 都会提出它相应的要求 然后第五个是发布研究报告的业务管理制度 发布具体股票 做出明确估值和投资评级的证券研究报告时 持有该股票达到相关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这是1%以上啊 应当在研究报告中向客户披露 本公司持有该股票的情况 那么这道题 1%这道题也是在这个考试当中 经常会考到的一道数字题 这个是属于记忆的啊 并且在研究报告发布日 及第二个交易日 不得进行与证券研究报告观点 相反的交易 但是在这边看清楚 他不是不得进行这个证券的交易 而是不能进行和违背于他研究报告的这个交易 担任发行人股票 首次公开发行的保健机构 主承销商或者是财务顾问 确定并公告发行价格之日期要在40日内 不得发布和该发行人有关的证券研究报告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时间点 但是这个时间点呢 这个考题的话呢 目前我还没怎么看到 但既然是个数值啊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担任上是公司股票的增发配股 那已经经过IPO的 再发行新的股票增发配股的话呢 往往是针对他的这个老客户 应该叫老股东啊 老股东原来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这些股东 可以享受到按照一个更低的这个价格 然后来再次购买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这样一个权利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等再融资项目的保健机构 主承销商或者是财务顾问 确定并公告公开发行价格之日起 10日内不得发布该上市公司有关证券研究报告 第六个是业务的主体的主要职责 业务的流程管理和合规管理 首先是业务主体的主要职责 证券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 这个证券公司他有投资咨询的这样的一个职能 那么这个投资咨询也是他的业务之一 他可以有他的专门的独立的子公司来做这个投资咨询业 也可以有什么 有一个单独的独立的投资咨询机构 他就是投资咨询公司 他是一个独立的 他可以是隶属于证券公司 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 应当遵循这个独立客观公平审慎这样的一些原则 业务的流程管理包括了选题 包括了撰写 质量控制合规审查和发布 那么这个呢是五个顺序 你必须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的 如果考题考的一二三四 然后是让你按照这个业务流程的顺序来进行排序的话 那么你也要一样会选 第三是合规管理 合规审查的机制 证券公司呢 应当要建立证券的研究报告的审查机制 对研究报告的内容 是否涉及观察名单和限制名单中的公司或证券 要进行相应的审查 格力墙的制度和跨越格力墙的制度 证券公司 投资咨询机构要严格执行 发布研究报告和其他证券业务之间的格力墙的制度 防止存在利益冲突的部门及人员 利用发布研究报告 谋取不当的这个利用 那比如说研究报告还没发 发布之前 它可能是属于一些未公开的信息 那么这些未公开的信息 有可能在经济业务当中 让客户经理知道了 客户经理拿着这些内容去什么 去这个 给他的这个客户 然后呢 提前把这些信息 把这些消息呢 是给到了他的客户 让他的客户去提前的布局 那还有的话呢 就是这个资产管理业务的这个部门 因为资管的这个业务 也是这个部门 或者是这个公司 证券公司的这个公司 这项业务 他会拿着投资者的钱 然后拿去赚钱 对吧 拿着投资者的钱 拿去运作 那么他也可能是获取 这些资讯的 资讯的这个首要的这个来源 那么还有的话呢 就是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 所以你会发现说 发布研究报告的话呢 它和经济业务 和他的自营业务 和他的资产管理业务 其实都会有产生 这种利益链的关系 那么因此呢 他才会有一个 这样的隔离墙的制度 不同的公司啊 或者是不同的业务之间 要业务隔离 保持什么 保持这个信息啊 信息能够被 在没有公布之前的话 是不至于泄露出 进末期的制度 证券公司 投资咨询机构 从事发布研究报告 同时从事 承销和保健 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的 要建立健全 发布研究报告 静默期的制度 和这个实施的一个时机 留恒和档案的这个管理 这个是长考的 证券公司 投资咨询机构 发布研究报告 要对发布的时间 方式 内容 对象 审阅过程 实行留恒的管理 发布研究报告 相关业务档案的保存期限 要发布之日期 不得少于五年 这个是长考题 这是长考题 然后第四个是职业规范 发布研究报告业务 牵涉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 有哪一些呢 大家看到是公司法有 证券法有 投资咨询管理 暂行办法有 研究报告的暂行规定 协会的这个章程 然后呢 还有这个发布研究报告业务的 职业的规范 这种题目怎么考呢 它会给你一个 并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法律法规 比如说 这个银行业协会的章程 银行业协会的章程 和它有什么关系 银行业协会和发布研究报告 完全是两个方向 对吧 那么它就在这些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个当中选三个 另外呢 再告诉你一个 银行业协会的它的章程 我们银行业协会的章程 就不能选 它是这样的一个考法 第二个是 证券公司投资咨询机构 及其从这个人员 从事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违反法律法规 行政的这个法规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和相关规定的法律后果 监管的措施和法律的责任 证券公司 咨询机构和 它的人员如果违反相应的 这个规定的 那么证监会和派出机构 能做的事情 这个也是在多选题里参考的 责令改正 监管谈话 出具警示函 增加内部合规检查的次数 提交这个合规检查的报告 责令暂停发布证券研究报告 责令处分有关人员等措施 情节严重的话 证监会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有关规定 做出行政处罚 涉嫌犯罪的依法依送司法机关 对吧 它会出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考点 我刚才画出来的这些 都是属于它的考点 也是它的这个处罚的一些方式 那如果说是发生这个问题 还有一条 就是直接撤销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资质 这条没有 就是直接剥夺你做这个业务的权利 这条没有 大家没有在这里看到 对吧 但考试里面有可能会出现 那么这节呢 我们给同学们先讲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